第十五章 应对意外 交易与飞机失事的感悟 交易失败和约翰 丹佛的飞机失事有关系吗? 幽灵发现了共性 如果你做好足够的准备应对交易中的意外 就如同故障飞机有足够的高度来排除困难 午夜时分 铃声打破了寂静 我迷迷糊糊地起床拿起电话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电话有多么重要 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相信约翰丹佛传很快就会成为今年最重要的传记书之一 阿瑟 我刚刚一直在想着约翰去世这件事 他曾经面对过上百万人 包括你和我 我总觉得 从某些角度上来看 可以由那次飞机失事联想到自己在交易上的一些问题 幽灵说 你大半夜打电话就是要告诉我这个想法吗? 我问道 幽灵解答道 我知道 我们交易员和丹佛的事故也有一定的联系 当然 丹佛并不认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 而我们中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但这对我很重要 也许比对某个人更重要一些 因为我总是把选择正确的时机作为我交易生涯中的好朋友 交易员在他们的交易生涯中 总要面对丹佛在他的最后一次飞行中不得不面对的情形 幽灵说 我不希望交易员在交易时遇到同样的窘境 所以我必须让他们明白交易中很重要的一点 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总会面对一些不能预料的事情 如果他们事先没有做好准备 那么结果是他们可能会出大问题 幽灵继续向我解释着这件事 如果你在凌晨两点接到电话 毫无疑问 那一定是朋友的 我知道幽灵是位一向很有时间观念的人 当我听电话时 我立刻明白 幽灵的电话不仅仅是给我的 也是给幽灵的交易员朋友们的 阿瑟 我请求你一定要把三次飞机失事的事情写下来 一次是丹佛的 就是这次 最近一次是你弟弟给你的那篇文章里 说的那次大约在1997年12月的那次 还有一次是我自己遇到过的一次 虽然我不了解飞机失事的技术问题 但是这和生命相关 和交易也有关系 必须警告我们的交易员 要为任何可能性做好准备 这很重要 对于丹佛和我遭遇的事故 我曾仔细地寻找答案 但是一直没有结果 直到我得知 最近发生的一次事故 就是在机舱一氧化碳泄露后 仍然安全着陆的那位医生时 我才意识到 事故和交易之间的相似性 幽灵接着说 这和交易真的有很多相似点 阿瑟 当你写到上帝的法则时 你并不明白为什么这对我来说 是件困难的事情 我在自己遭遇的飞机事故中 面临了和丹佛一样的问题 我幸免遇难 是因为我处在足够的高度 有时间来挽回局势 和做出正确的决定 很可惜 丹佛没有足够的高度 来赢取时间做出决定 而那个医生则干脆别无选择 他当时的特殊情况 甚至使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做决定 三次类似的事故 结果却不尽相同 医生在那次事故中 吸入了机舱中的一氧化碳 而昏迷不醒 他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 但是他仍然活了下来 丹佛看起来 是由于汽油阀门损坏的缘故 而失去生命 我所乘坐的飞机发动机失灵了 但由于当时所处的海拔高度 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修复阀门 从而使飞机着陆 我们有时间决定在何处着陆 但是丹佛却没有这样的时间 至于医生 他的飞机自动着陆了 他最后也活了下来 这三个事故都是同一性质的事故 但是具体情况又各不相同 你理解我说的意思了吗 幽灵说道 交易也是一样的道理 我记得一个月前 曾在期货论坛上 看到过幽灵写给兰迪的 关于汽油阀门的回信 当时并没有多想 直到幽灵今天再次提起 我才恍然大悟 我开始明白 幽灵关于这三起事故的论述了 市场不会经常给你留有足够的高度 去挽回局面 但有时在市场对你不利时 你还是能够有足够的高度 去做一个好的着陆选择 也有少数时候 你不能选择在哪里着陆 如何着陆 因为事态根本就无法控制 所以 幽灵的这个凌晨两点的电话 打得真是意义重大 幽灵从不赞成论资牌背 也从不认为自己一定比别人优秀 他一直是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 堪称楷模 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帮助交易员们 避免他们遭受失败的无情打击 我们将把关于这三起飞机事故的观点写下来 如果大家有任何疑问尽可以提出 幽灵以前很少提起自己的那次事故 但是这件事一直困扰着他 丹佛面临的事故让丹佛别无选择 而医生面临的事故并非逻辑可以解释 他本来没有机会活下去 可是他竟然熬了过来 幽灵对这几起事故做了认真的研究 最后得出了一些结论 幽灵本来就在他的交易生涯中 一直运用自己的智慧 事实证明他总是对的 现在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的判断呢 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和交易有联系 那么交易和生死存亡也有联系吗 好吧 幽灵 我说我们可以开始写这一章了 不过从哪里开始呢 幽灵说他会把自己的想法在电脑上打出来 然后由我加以整理润色 我同意了 然后就回床休息了 你们也猜得出来 幽灵一晚上没睡 熬了个通宵 我想那是因为一旦你有一个想法 就很想让他畅快淋漓地表达出来 这一点也是幽灵教给我的 幽灵觉得三起事故非常明显和交易中的不可控事件有极为相似之处 三起事故分别是约翰、丹佛、医生和幽灵的事故 医生的飞机汽油耗尽后 自己在密苏里舟着陆 此时的医生已经失去了意识 幽灵经历的那次事故有所不同 当飞机的发动机失灵时 飞机的高度在5500英尺之上 在丹佛的事故中 有两点让幽灵很是挠头 一是在飞机起飞前 丹佛曾经借了一对老虎钳子去拧汽油选择法 阀门没在他右手下面能正常用力的位置上 而在他左肩的左后上方 所以他不得不用右手很费力地去拧阀门 最讨厌的另外一点是 当情况出现时 飞机离地面只有500英尺 在这么短的时间中 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尽管对突发事件迅速做出反应 是人的第二天性 但是丹佛实在是没什么时间 让自己采取行动 在医生的事故中 由于排气系统发生故障 一氧化碳进入机舱 把医生熏倒了 飞机转入自动导航系统 尽管飞机耗尽了燃料 但是令人惊奇的 是他竟然能自动安全着陆 而此时飞行员仍昏迷不醒 医生最后只失去了一只胳膊 如果飞机上的燃料足够 飞机再飞半个小时 那么医生血液里的一氧化碳浓度会高出很多 他也就不会活到今天 如果当时的地形稍微有所不同 飞机将会粉身碎骨 而不是安全着陆 第三起事故是幽灵自己遭遇过的 他从前从不愿多谈这件事 在大约5500英尺高度 飞机的引擎熄火了 情况十分紧急 需要立刻做出决定在哪里着陆 幸运的是 高度足够使幽灵有充分的时间做出决定 三起事故中有两起中的当事人幸免遇难 也就是说两架飞机没有人员伤亡而安全着陆 其中两起事故的当事人可以控制着陆 尽管其中一个飞行员步行人士 但人活下来了 在另一起飞机失事中 丹佛在号称最安全的飞机里丢掉了性命 因为当时海拔太低 留给他采取措施的时间太短了 所有的事故都是无法预料的 三起事故结果各有不同 因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不同 幽灵希望就此事做一下讨论 他觉得这和交易有一定关系 幽灵从自己那次事故中一直没有发现什么学习的价值 他觉得 许多人在讨论一起事故中的当事人的时候 总是想着应该归咎于谁 而不是思考从中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这也是新闻媒体对待丹佛的方式 我理解幽灵的看法 确实许多人经常是只顾着指责当事人 从来不想去找到事故发生的原因 幽灵一直想探究他那次飞机出事的原因 他找到了 找到了生活或交易中发生不可控制事件的原因 幽灵把三起飞机事故和交易中的不可控因素联系起来 他的解释如下 在我们的生活和交易中 我们总是或多或少的要面对自己无能为力 或是几乎无法改变的突发事件 我们必须为这种事件做好计划和准备 飞行员学习飞行的时候 他们总要学到紧急着陆的课程 在交易中我们也要练习同样的事情 尽管相似的情形可能会重复出现许多次 但不同的情况结果也完全不同 当然我们希望有最好的结果 但这不是我们能控制得了的 交易中的第一种情形是 当飞机起飞的时候 其所处高度对你不是很有利 在交易中就意味着还没有事实证明你的仓位是正确的 这时的一个突发事件 可能会使你的交易出现极为糟糕的结果 你只能在缺乏高度的基础上尽可能着陆 第二种情况是仓位被证明是正确的 这和飞机在一个相对高一些的高度是相似的道理 如果未曾预料到的事件发生 你就可以更从容地进行选择 做出一个更好的决定 选择一个更好的着陆点 在这种情况下 你完全可以控制局面 以免交易变成一场灾难 你能在一片空旷地带安全着陆 第三种情况是 你处在一个十分有利的高度 同时又有自动导航系统相助 你的仓位没有问题 突然你的交易失去了控制 几个小事件就可以导致这种情况发生 你的电话线断了 交通堵塞把你困在路上 你无法和你的经纪人取得联系 出现一个大新闻 市场被涨跌停板锁定 你甚至不能及时下单 报价机出了问题等等 以上所有这些情况 和你在飞往目的地的飞机上 一氧化碳中毒昏迷是一样的 你不能改变什么 因为事态不受你的控制 有着最佳高度的交易 可以让你获得很好的机会 从一个突发的糟糕事件中恢复过来 许多交易员希望他们的交易 本身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 但是当他们不能从交易中 获得自己希望出现的信息时 他们就什么都不做 他们等着市场 把他们清除出场 证明他们是错的 而这种情况当真出现时的场景 比许多交易员能想象到的 要糟得多 如同医生的飞机自己会着陆一样 你也会有这么幸运的时候 毕竟 丢掉一只胳膊比一命呜呼要好得多了 当交易员在市场上 又拿回了相当于自己损失的一半的利润时 他们就会感到十分高兴 此时 就像你昏迷后 你的飞机启动了自动导航系统 幽灵认为 最关键的时刻 是你建仓之后的那一刻 此时你必须对消息保持高度的敏感 在建仓的时候可以无牵无挂 因为知道自己有止损点的保护以防万一 这样的交易员有多少呢 当事业报告公布的时候 市场从你的止损点 还往下做了一个大幅跳水 情况又会怎么样呢 听从幽灵的建议吧 这种事情的确会发生 不要让未经证明的仓位让你摔一个大跟头 幽灵不明白 为什么理解一次坏的交易可能变得更糟 对于交易员来说 会这么困难 无法预料到的事情发生 就会使交易变得更糟 幽灵希望你们能理解丹佛的事故和去世 给他带来的沮丧心情 他希望你们一生平安 你能从上面的三起事故联想到交易吗 把你的想法写下来吧 幽灵希望他的交易员朋友们 在任何时候 都能为任何可能性提前做好准备